和平县门宁飞独立屋租金3200美元每月,一个月租出 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南渔夫工作室 这套独立屋是我们搬客人以596,695美元买下的全新投资房 房子位于和平县门宁飞 四卧三位,室内面积2320平方英尺 占地面积7500平方英尺 楼下有一个可以洗澡的卫生间 一个房间可以用作书房或客房 总地税约1.9% 其中基础地税为1.18% 区域建设税约每年4700美金 学区分数,7分,7分,6分 这套房子上市两个星期后我们收到了一份申请 申请人是单身母亲,34岁 有三个孩子,7岁,13岁和14岁 信用分711分 职业是学校的老师 月薪税后3431.33美元 申请人的母亲52岁 信用分746分 也是学校的老师 月薪税后5598.88美元 两个人的存款6000多美元 屋主因为考虑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在决定租给他们时 他们已经选择了其他的房子 一个星期后,由于看房的人很少 所以我们将价格从3300美元下调了100美元 以3200美元继续出租 一周后,我们收到了第二份申请 申请人为母亲和她的女儿 还有两个孙子 母亲73岁 信用分658分 社保每年31477.2美元 自己住的房子出租给了邻居 扣除每月的贷款外 还有1000美元的收入 存款3120.68美元 女儿49岁 信用分515分 医疗保健服务公司工作 税后每月收入2852美元 大孙子21岁 信用分775分 亚马逊的送货司机 每小时收入20美元 平均每月税后2000多美元 小孙子是高中生 母女的总存款1万多美元 这家人的家庭结构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作为中厂阶层的租房人 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认真的生活和工作 与屋主商量后 我们为他们三个人做了背景调查 报告显示 母亲和大孙子都没有任何问题 女儿有6个追讨的钱 还未还给银行 总共3655美元 和申请人沟通后 得知这是她的前夫 在2020年和2021年 用她的信用卡花的钱 现在所有的信用卡 都已经关闭 她会尽快付清这些余额 她的母亲也表示会帮她偿还 与屋主商量后 为了避开年底的出租淡季 我们与租客签署了一年半的租赁合同 并预约了时间进行支票 与房屋钥匙的交接 年底是租房市场的淡季 申请人会相对万季少很多 租客的质量也相对下降很多 所以一旦有能通过我们的 审核标准的申请人出现 要第一时间抓住机会 避免长时间的考虑后 租客选择其他的房子 长时间的空置期 除了给屋主带来租金的损失外 往往带来的租客质量 也越来越差 或被不良的租客盯上 如果您也需要房屋买卖出租管理 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加入我们 让您的美国房产投资一路平安